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而为了降低人员的风险 华林施工所开始制制防疫力气 供低线人员来使用 其中不仅是包括3D列印的防护罩 也研究了可以消毒书籍的紫外光杀菌香 利用少少的成本来守护自己 保护民众的健康 3D列印机将经过加热后的玉米塑料 组成反复堆叠慢慢形成穿戴模型成品 虽然防疫期间物质添构不易 但华林势力图书馆也能制制防疫力气 他们就透过脸书公开社团提供的 3D列印防护面罩制作资讯 下载后经过改良 在目前12小时可以生产9组 每组成本大约只要10元 是相当实惠 其实这面罩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些安心上工的一些计划出来 那我们还有一些第一线的帮忙量体温的制工 还有一些喷酒精的 这些都是会比较有高风险存在 那虽然我们柜台已经有做一个压克力板的一个阻挡的部分 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没有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部分来保护同人 也保护我们所有来洽工的民众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我们之前纸外线的一个消毒箱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防务设备 现在在网路上甚至在市面上都很难采购到 那由于公所也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的同人也自己设计了一个 呃纸外线消毒箱 那我们这边还是借阅的部分 只要有输回来 我们一定要用纸外线来做消毒 试图也同步自制UVC纸外光杀菌箱 可以提供一般图书杀菌消毒使用 并且配备自动防护机制 可以避免使用者直视直外线灯管造成眼部的伤害 市长卫家先表示 3D印表机制作的防护面罩成本低 效用高 陆续将会配发给第一线为民服务的职员及志工 期盼透过各种防疫设备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全民共同来维护安全的阅读环境 记者徐立琴 花电视报导 请不含